今天这期的话我们继续讲解BlenderGuru这个甜甜圈的教程 这期我们要从无到有做出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一个形状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进入Blender之后我们可以先删除画面中默认的这个方块 我们可以按X将它删除 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形状 那我们要添加的这个形状需要跟我们的甜甜圈形状类似 这里我们可以先按Shift A去调出添加选项 然后我们可以在网格中选择下方这个环体 我们可以看到就有一个环添加到这个画面中 那这个环就和我们甜甜圈的形状非常类似 那添加完环体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左下角多出一个选项叫做添加环体 当我们点击这个键条的时候 它就会展开这个选项 在其中我们可以更改环体的一个段数 就相当于它的一个分辨率 还有环的一个半径和一个小环的一个半径 但有的时候当我们添加完环体之后 比如说这里有点击鼠标左键 那这个选项就会消失了 那我们可以重新添加一次看一下 比如说可以先把画面中这个环体删除 然后重新添加一次环体 这时候如果我要点击鼠标左键的话 左边这个选项就会消失 那如何才能掉出这个选项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F9 那我是Mac系统 就是Function加F9 这样的话这个选项就会掉出来 要掉出这个选项之后 我们首先看到它的主环半径是1米 也就是这个环形的外环半径是1米 而且它内环半径是25厘米 那这对于一个甜甜圈来说太大了 那BlenderGroo他也讲到 当我们做这些模型的时候 我们要尽可能让它的尺寸 和现实生活中的尺寸一致 所以这里面我可以先把主环半径改成5厘米 我可以把主环半径选中 然后输入0.05 因为它的单位是米 所以当我打入0.05的时候 它就是5厘米 同时的话我们可以把画面放大一些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的小环半径 也进一步调整 这里的话BlenderGroo把它调到了0.028 也就是2.8厘米 我们点击左键 这时候我们放大一下 就看到有一个圆环在这个画面中 那这个大小小比较符合 真实生活中甜甜圈的一个大小 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上方的主环段数和小环段数 来更改它这个模型的一个分辨率 这里BlenderGroo建议说 一开始不要把段数调得太高 也就是不要让这个模型分辨率太高 因为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添加修改器 来平滑这个模型的表面 所以最开始的话 我们可以让这个分辨率 在维持这个物体形状的同时 尽可能的低 所以这里面我可以把主环段数调到28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甜甜圈 就有很多这种类似于正方形方块的一个表面 BlenderGroo在这里面提到 我们在做这些模型的时候 尽可能让它的分辨率形成像现在这样 就是它的四个点 形成的是一个接近于正方形的一个表面 通过把模型的分辨率调低 一方面好处就是说 我们画面中这些顶点的数量变少 另一方面的话 就是当我们把这个面 做成近似于正方形的时候 之后当我们做一些displacement modifier 就是一些位移修改器的时候 它就会更容易的去进行操作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对它的分辨率进行调节 以及对它的半径进行调节 调节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画面中点击鼠标左键 这样的话就确定了这个选项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它的形状 因为目前的话 这个模型太圆了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 这么圆的一个甜甜圈 它肯定会有些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对它的边缘 进行一些位移 然后同时对它的一些高度 宽度进行一些调整 这样的话它看起来 没有这么完美 那调整它形状的方法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把它 从物体模式改变为边际模式 我们看到左上角这里面 有个选项是物体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好物体之后 然后点击这里 点击编辑模式 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用快捷键 Tab键 我们按Tab之后 它就会在物体模式 和编辑模式进行切换 进入编辑模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模型 就被这种橘黄色的线 还有顶点所包围 那编辑模式的话 它是为了对特定的一个物体 进行编辑 当我们进入编辑模式之后 我们就无法选择 画面中其他的一个物体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中其实还有一些灯光 还有一些摄像机 但是当我们进入编辑模式之后 我们就无法选择 画面中的光和摄像机 所以这就是编辑模式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进入编辑模式之后 只能会对特定的物体进行编辑 那当我们鼠标点击 画面中其他位置的时候 刚才橘黄色的点和线 就变成了黑色的点和线 那橘黄色表示 刚才这些点和线已经被选中 当我们用鼠标选择部分模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选中部分的点和线 就会被标为橘黄色 我们除了对整个模型 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旋转或者移动以外 我们也可以对个别的顶点进行调节 比如说这里面 我可以用鼠标先选中这个顶点 我们可以按G去调出移动模式 然后这时候当我们移动鼠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顶点就进行移动 同理比如说我们选中几个点 然后我们按S 调出缩放选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可以对它的大小进行调整 所以上一期学到这个旋转 缩放还有移动 对于个别点也可以适用 但是我们想调整这个甜点圈形状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只对个别点进行调节 因为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调出一个 比较理想的一个形状 所以这里面就需要引入一个模式 叫做衰减编辑模式 我们看到上面有个图标 是一个像把子一样的一个标志 就是一个圆环中间有个点 它就是衰减编辑 它就快捷键是O 所以当我们按键盘上的O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方这个圆环就变亮了 就表示我们已经开启了这个衰减编辑模式 那它是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再选择刚才那个点 我们按G去开启移动模式 这时候当我们移动鼠标的时候 我们看到整个田田圈都随着我们移动了 那是因为现在所有的点 都在被我们这个点影响 一起随着移动 如果这时候我们把鼠标滑轮往上滑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白色的圆环逐渐缩小 而且受影响的这个点的范围也会缩小 换句话说 当我们用鼠标滑轮 去控制这个圆环的范围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控制有哪些点 会随着我们选中的点进行移动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调整出我们希望的一个模型 那比如说这里面我选中这个点之后 我可以把白色这个环 调到一个合适的大小 然后我可以把它往上拉一些 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接见上期讲到的 我们可以按住鼠标滑轮 这样的话 它会在对应的轴上进行位移 那比如说可以按住滑轮 然后往上移 它就会沿着Z轴进行移动 当我们确定好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松开滑轮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 这样的话 它的形状就固定了 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视角 去在不同方位 看看我们刚才做的调整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调整的有点过了 所以我可以把它再往下拉一些 那除了高度以外 我们也可以对宽度进行调整 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个侧面 然后选中一个点 跟刚才一样 我按住Z 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圆环的大小 然后可以把它往外拉 这样的话 它的形状就会进行一个位移 我们可以把画面调到俯视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拉的一个范围 接下来的话 就是用这个方法 去调整这个甜甜圈上 不同的一个点 让它在不同位置产生位移 这样的话 让它更加接近于一个真实的甜甜圈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圆环体 那现在我就可以对其他的点 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 OK 大概差不多就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发挥想象力 做出自己想要的一个甜甜圈的形状 好像有点偏方形一下 这里面要再稍微修改一下 形状做好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先按Tab键 去回到物体模式 我们看到这个甜甜圈表面 还是非常参差不齐的 因为它是有很多这种方形的面组成 那我们希望让它在表面更加平滑 这里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平滑操作 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选中这个物体之后 我们点击右键 然后我们看到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平滑着色 一个叫平直着色 这里面我们选择平滑着色 点击平滑着色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甜甜圈的表面 就圆滑了很多 那另一个选项平直着色 它主要是用在一些表面 比较平的一些物体上 比如说像楼房 或者你要做一些平面 那可以用平直着色 像甜甜圈这种比较有机形状的一些物体 我们就用平滑着色 那做完平滑着色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边缘部分 还是有些比较尖锐 因为平滑着色只是改变了它的一个外表 并没有改变我们甜甜圈模型的具体形状 所以我们如果想进一步改变甜甜圈的分辨率的话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修改器 这样的话才能让甜甜圈这个模型更加平滑 添加修改器的方式 就是我们选择这个物体之后 我们看到在右边 有个像扳手一样的一个选项 它是叫修改器属性 我们选择这个扳手 在这里面有个选项叫添加修改器 我们对它进行点击 在下拉菜单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修改器 在这里面我们要用的一个叫表面细分 Blender Guru也讲到 这个表面细分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修改器 基本上我们做模型的时候都会用到 我们可以看到表面细分下方描述中也写到 这个修改器主要是将面分割成更小的部分 使其外观更加平滑 那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选择 选择好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比较尖的部分 现在就变得更加圆滑一点 这个表面修改器的作用 其实就是把刚才我们向四方形的两个面 进行一个平均 通过对两个面进行细分 这样的话等于在两个面中间 相当于又加了一个面 相当于表面就会更加平滑一些 那我们看到在细分里面有几个选项 试图中的数字就代表我们目前细分的一个等级 那刚才说了 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模型中只有两个面 通过细分的话 它会在中间再加一个面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值进行提高的话 它会把刚才细分的面进一步进行平均 等于让它进一步平滑 所以等于把这个模型的分辨率进一步提高 这里面Blender Guru也讲到 那肯定细分等级越高 这个表面肯定越平滑 但是我们不希望把这个数值调得太高 因为调得太高的话 对你整个硬件的需求就会更高 所以这里面我们把它调到1就可以了 那渲染中这个数值是2 就表示当我们进行最终渲染的时候 它使用的细分等级是2 试图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在做模型的时候 进行的一个细分等级 刚才也讲到表面细分这个修改器非常常用 所以它有个快捷键 就是Ctrl加数字键 当我们选中一个模型 按Ctrl1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添加个表面细分修改器 同时它仕图中的细分等级就是1 那如果你要选中这个物体后 按Ctrl2 那它仕图就是2 那按Ctrl3的话 它的仕图就是3 所以大家不用每次去点击这个把手 可以直接按Ctrl 加对应的数字键 就可以直接添加这个表面细分的修改器 同时修改器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会对我们的模型进行破坏 我们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任意的修改 如果我们觉得它太于平滑了 我们可以回到修改器上 去把它的这个细分等级调低 当然如果我们觉得它不够平滑 我们可以把它细分等级调高 它只让这个模型看上去更加平滑了一些 而我们之后随时都可以对这个修改器进行更改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甜甜圈初始的一个模型 那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会一起为这个甜甜圈添加一个糖衣的模型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